有了水源保育盆的加持 小树就会快快的长成大树 绿化又简看 建构美丽家园 造福金门 在金门县列宇乡这片清除地雷的上林滨海公园的土地上 金门县长杨振武与慈兴基金会执行长苏慕容等人 共同签署了合作造林协议书 从此慈兴种树团队又把种树神器水宝盆 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透过跟慈兴还有核泰的合作 不仅在去年大概就节省了经费将近500万 同时提高了将近存活力到达将近80% 慈兴其实在2015年开始推动种树 到现在已经在全台湾种下72万棵树左右 从去年在金门也看到一个很棒的成果 大概善用的水宝盆可以达到八成的比例 在金门每一块地要种树都很困难 尤其是海岸造林 那我们何其有幸在去年正式跟慈兴有机基金会合作 然后在核带一车一速计划的支持下 我们开始导入水宝盆 水宝盆的种植让我们获得很好的成绩 尤其在去年欧错海岸的造林地 我们已经努力了五年 其实绩效一直未能很成功 去年我们首度做 我们存活力今年就达到八成 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绩效 有一个步骤可能有些来宾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是 绳子放进盆子里 可是要在这个烟囱的凹槽放进去 因为不然等一下盖子盖上的时候 它会把绳子压太紧 有时候倒水会被阻断 但是如果放在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就是为了不要有这种问题 我们设计出来的 这个由慈兴基金会与社会企业仁州公司 共同研发的种树神器水宝盆 将要在历史种地的小金门领海第一线 肩负起光复大地定杀成林的艰巨任务 金门旁边的小金门 这边因为整个海滩都是除雷的地 那这些除雷地非常需要水宝盆来恢复它一个种植适合的环境 那因此我们更乐意的更进一步的来到小金门 那我们因为有适合的这个合作伙伴 所以虽然我们远在天边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来照顾这里的树 然后我让这些树成长起来以后 把这边的居民把这边的生命呢一样的来守护 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呢 就是老师所希望所高兴的事情 利用水宝盆 慈心种树团队与金门县林务所 在离岛中的离岛金门县列宇乡 预计种下3750株木麻黄 曹海童等海岸士生林务 无惧极端汽油的各种变迁 将会坚强地守护小金门的乡亲 它这个水宝盆它可以细水 它里面一条线是找水用的 你差不多十几天再行一次 把它拆在这边可以做记号 它这个水它没有在补水 这个盆子是补水用的 为了响应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种树活动 小金门驻守官兵和当地国小孩童们 开心地共襄盛举 亲手种下一颗颗的小树苗 绑着就好 稍微绕一下 不用到 人家要拆解 附近社区的住户们 也欢喜迎接这些新来的苗木邻居 配合金门县林务所 定期的灌溉补充水分 有着高达八成以上 存活力的水宝盆的助攻下 在这个肉眼 都可以清晰看见对岸厦门高楼大厦林立的海边 小金门的海岸造林 绿印可奇 这是一个兼具守护生态 即吸引旅客驻足打卡的和平无敌海景 一棵一棵爱新树 我愿植树到天边 愿这绿印变人间 永远装点人世间 磁心众树团队将会秉持着磁心基金会 创办人的心愿祈愿所有的生命都能得到最圆满的安乐 记者李佳和金门报道